记者卢贤秀基隆报道,基隆市长林佑昌今天在施政总报告时指出,产业博览会吸引了34万余人参访,重新找回基隆的骄傲和光荣感。 他引用台北一名设计界人士在脸书的留言就像后段班考上台大的励志故事。 基隆市从10月21日至10月29日在基隆港7月2西山码头仓库举行产业博览会与中华电信的大数据统计有34万余人次参访。 林佑昌今天在施议会定期报告的施政报告指出,过去很久一段时间,许多人对基隆的印象是黑暗、散乱、落后的城市。 但基隆曾经是全台湾最美丽的城市,可惜因多年发展停滞,加上基础建设不足,导致产业发展躊躇不前,基隆市党发展远远落后其他城市。 林佑昌说,一上任就开始筹划产业博览会,共有133家厂商,包括在地厂商92家,展品200件,以创新互动的体验方式。 展出基隆产业及未来城市愿景。 林佑昌也说,未来基隆将有新的三大新兴产业,包括游轮、游艇、会议展览、观光美食、海洋生计、IoT智慧、创新产业、音艺、时尚、温创、设计。 林佑昌指出,许多民众在脸书或展区留言,觉得基隆终于看到曙光,咱的基隆不会再吊车尾了。 他并引用设计借人士在脸书上的文章,台湾头的基隆正在上演。 一场用设计改变城市的运动设计,让长期以来吊车尾的基隆变成设计导入城市治理的指标城市,活生生就像后段班考上台大的励志故事。 林佑昌强调,产博会最大的意义在于重新找回基隆的骄傲和光荣感,让翻转基隆从一句口号变成具体的实际行动。